日本人的想法 在日本港客所發的郵名很複雜 所以我們每天都要花很多時間 阿娘喂 日本年輕人過輪到四年 我今天 再来,要为阿里斯汇比塑去戴冠山找一个叫做鸟屋书店 这个戴冠山是一个很幼稚的地方 这里有很多个性商店 不过,如果要找一个冲冷器都要钱 所以,我还是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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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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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可下回家 這裡有一間動物病院 那隻狗在裡面 又吹冷氣 又在吹它的狗毛 趁它閉起來這樣 看起來是人比較壞名 好,看到了,鳥屋書店 這裡有一棟 兩棟 遠遠的是第三棟 衛圓舞的作品 我看了也是有一些 但是呢 它在說的副建築 以外的看法就是利用在地的材料 用最簡單的方法 來好好去家裡 一次看看就知道是不是這樣 最高,最高 來這裡沒看到,都在看水素 另外一方面 這個小店 是可以跟我們台灣的成品比平的 所以特別要來參觀 現在我們水素要解說 其實這區的一個開發案 它的腹地很大 有停車場三棟書店 有分門別類 比成品更舒服的空間 所以我看到這區會員舞的設計 裡面不可以 它整個牆面跟走道、通道 還有書籍的分配跟給所有顧客的享受 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跟食物結合 所以有人可以坐在那裡看 還有飲料 是比較特別的 對 很可惜 裡面不可以 不過看一看它整個的幾位 老實說 成品 要好好好 裡面有人在坐 坐在那裡很舒服 在看車 還有喝咖啡 來 日本的設計 跟他們的出版 本來是世界最大的市場 所以它現在做家的藝術 做家的設計 在日本東京都裡面開這種設計 所以這個分門別類的重點就很清楚 建築、美術、文具、旅行、文學 這給我們看得到 就是把出版、印刷變成藝術品 好 在前面燙燙燙燙 我站在這裡拍冰和蝦霜 一定很認真,要跟大家分享 但是現在我要來這裡享受了